Hello,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布老师 是不是好久不见了,没错我现在人在日本 大家都很好奇,在台湾过得好好的怎么飞来日本生活呢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为了小朋友 我小孩在台湾读的是全美的幼稚园 他的英文有一定的简单程度 不厉害,但是还OK 然后呢,中文一定可以听说读写嘛 毕竟是台湾人 不过我跟我老婆在想 有没有办法让他再学会一个新的语言呢 毕竟呢,我觉得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具 而且呢,也算是我们沟通的一个主要媒介 后来就决定了,那就是日本呢 因为在过往呢,我们平均一年会来日本旅游六到八次 够多了吧,所以小朋友也有一点点熟悉 那再来呢,我也考量到 如果刚好趁这个机会给他有个沉浸式的学习环境 比如说留学,那是不是又更完美了 OK,所以呢,一然决然的就 找到了一个好的学校 也在旁边买了一间不错的房子 OK,所以呢,我现在就来往日本的家 这是其中一间合适 第二个,更重要的是为了我的个人事业 大家都知道小布老师在台湾有公司 有很多的不动产在做收益 但是,我已经好久没有买房子了 因为台湾的房价现在在历史新高点 那在这个高点的同时 政府又在打房 银行在现代 此外呢,两岸的政局不稳定 再加上我们自己有开建设公司 我们发现啊,人事啊,人工啊,原物料都不断的在飙涨 所以如果我现在买了之后,有没有可能套牢 那要用租金投包率 投包率又太低 无法cover我的房贷 那我到底该买还是不买呢? 所以呢,我后来想一想 我总不能把我的钱放在银行 因为通膨而缩水吧 因此我把眼光放到海外 那东挑私选之后呢,觉得日本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老实讲三个优势就好了 第一个呢,现在是日币23年半来的新低点 所以呢,你现在买日本的房子有点打巴子的概念 你们知道呢,有人在做外汇,买外币 等到外币涨起来卖掉赚立仓 那个只有赚一次 老实直接买日本的不动产 所以呢,现在买房等于比较便宜之外呢 还有等到涨起来的时候 我可以卖掉之外呢 中间等待的过程没有浪费 每一分每秒都有租金被动性收入 是不是收的更多? OK,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我要讲一下日本跟台湾的租金 它不同 在台湾我的租客可能是一年两年 然后就解约 然后再换下一个 在日本呢,他们的搬家的供料很贵 就是呢,可能搬家公司啊 要搬迁的费用啊 还有他们要给仲介费啊 还有他们还要给房东礼金啊 就压二负一之后 还要多给房东一个月说 啊,感谢房东 你让我租你的房子 所以你说日本喜欢搬家吗 老师还看过有的物件啊 甚至租了20年的房客 还是同一个,还持续在租 那日本的工作啊 基本上他们不会为了工作而买房 因为呢,工作很长调子 所以呢,不买房自有率又低的状况下 就成全的租房了 所以如果买在大多市 像东京来讲好了 基本上只要一租掉了 就是长久的租金收益 再来投报率也比台湾更高 我在台湾的房子啊 目前只要在市中心的 核心的大概在3%左右到4% 日本呢,可以6%、7%、上到8% 所以你说哪一边比较好 我老实讲 我借台湾的房贷来买日本的房子 都还来的赚钱 可以理解吗 因为呢,投报率真的是大赛 好,那我讲最后一个点 日本的房子啊 因为没有打房这件事情 而且呢,开放给外国人购买 所以我们在日本 是可以买一下它的土地的 就像我这一栋 跟我之前买的那一栋 酒吧、拉面店啊 一整栋的,我跟你讲 土地都是归由我的 所以这个感觉就是成就感不同 之外 日本因为政府不打房 所以没有房价暴跌的事情 因为现在在低点啊 所以呢,跟投资股票不动产一样 就是买在低点一定是最大的优势 因为无法再跌嘛 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参考 台湾跟日本的房价的差异 一个是往上标 一个是往下跌 跌完之后呢,就缓停了 接下来呢,是缓涨 所以呢,老师在前年买的房子 现在也涨价了 我觉得非常开心 还不止涨价之外呢 我的汇差 还有等等的收益 都不断的在累积 还有我的租金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呢 老师呢,有更深的感触 我直接飞来日本 除了小朋友可以来读书之外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点直接呢 找到更多别人看不到的不动产 那包含呢 我们现在跟JoyLive 小布老师以前的公司 林牧社长合作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 人家看不到的物件 就是所谓的隐藏独家的物件 所以呢,大家如果对日本不动产有兴趣 或你想要成为国际包租公的话 欢迎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们每个月会举办一次 希望大家可以来分享,来QA 那当然呢,有台湾的问题呢 也可以顺便提出来 我都会为你一一减获 OK,那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